好 你老师有回应 有回应吗 现在好了可以了 那现在开始吗 还是王斌老师有要先主持吗 好可以可以直接开始 邀请大家打开摄像头 给你老师一起坐在网络的课堂上 好欢迎你老师 好 交通老师还有王斌老师 还有现场的家人们 大家早上好 很开心今天 现在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子来进行反观 那我先把荧幕调整调一下 共享 阿卜 阿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老师他一说话就可以蹦出来 那陈联系学姐在吗 这样表示他可能不在 那易兴老师在吗 还是交通老师你帮我跟易兴联系一下 这一位因为是易兴老师 发给我的 然后看他有没有 那我就先进行王斌老师的 这样好吗 好的 好 那我们就来一起来看 那我们就来一起来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想说请邀请王编曲 好像有回音 有回音 王编老师那边有回音 哪位家人的那个手机开的呢 把那个左上角点一下 好像王编老师教室里边有哪位家人的手机开的呢 把左上角的点一下变成那个小耳朵就可以了 好 这样可以了 那还是有回音 我这边会有关系吗 好了 妮老师 你那边没有关系 好 没有关系 好 OK了 那就是请王编老师可以简单的把这个叙述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这样好吗 这样好吗 好 妮老师好 线上的各位家人大家好 我叫王斌 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因为这次线上课程的学习 然后有沟通 说让我来分享 那我当时一听到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自己描述到这些 还是有一些简化的 内心是有酝酿的 然后一想 让我来分享 听说东北欢喜 那边很多的家人 学习的时间都比较长了 十几年呀 那么的精进用功 让我来 但是我也想 也是我一次锻炼的机会 没关系 我就接住了 就是内心是有内心 不安嘛 但是还是接的 还是去答应下来了 然后就想 那我要好好的整理 好好的来看看怎么来分享呢 然后之前我们 一致于不会跑偏忙 就非常用功地 在电脑面前去准备 当时分享的时候 还说我让我 当时一看 我一天要分享三节 然后我就好好的准备 然后中间有家人 给我递水喝 还邀请我去吃一些东西 李丁姐说 你吃个豆干吧 那样是很有能量 我一点都没有回复她 也没有给她 任何的互动 没有表情 还是在那专注地修改 当时好像坐了 上面我刚才 写了两个小时 其实不止 我是早上八点到十一点的 就上午的八点到十一点 坐了三个多小时 那个时候 从一开始 那个脖子有点木木的 然后就越来越疼 越来越疼 最后实在受不了了 这个过程 我还有一个 内心的一个变化 就变化想 我中午要吃饭的时候 我也要很快地吃完 然后中午午休 也不要睡觉 就想自己要 很用力 很用力地 去做一些 这样的准备 那个时候就 实在累得受不了 我真的是因为身体的那种 实在也不舒服了 也是有一个对比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明觉 可能会好 会有了一些 但是那样一直 就是那种 有压力地 再去修改的时候 脖子特别疼 疼得不舒服了 我才开始躺下来休息 当我躺下来休息的时候 我记得我还睡着了 有个几分钟 睡着了一会儿 那个时候就听到 呃 刘老师 在引领大家去分享 呃 世事本无爱 就是这句话 所有的压力 都是来自于 你自己投射出来的 动机和抱负 哇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一下子 就笑了嘛 他就特别的震撼 我才感受到 我在已经过去的 那三个多小时里 把自己多么的用力 心里边一点也不放松 就是大致的过程 是这样的 好 呃 我有整个看过了 我有整个看过了 呃 还是有 还是有回应 还是有 还是有回应 王宾老师讲完话之后 把话筒直接 王宾老师讲完话 呃 变成迅一号就可以了 哦 对对 好 谢谢哦 呃 我有看王斌的这个案例 我觉得他很用心 呃 整个也写的很清楚 所以也算是一个完整的案例 而且呃 其实他写这个已经 已经问题答案 其实自己都看到了嘛 对不对 因为是看到了 所以呃 他呃 怎么说 这个里面主要的问题 核心就是所有的压力 都是来自自己投射出去的动机 跟报复 那我看呃 王斌老师是有看到了 所以就有缓解下来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那我们呃 就是稍微再带过 呃 刚刚讲的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那我有跟大家分享说 在写事情的经过 就是很直觉的 把你所有想的 还有你的过程 还有发生的 呃 那这个是王斌老师是针对自己内心的一个运作 所以呃 比较相对的没有说跟大家有多少的对立 不过如果说呃 有时候家人关心我们 我们给他忽略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对立 家人可能也会不舒服 那这个就就就也是我们要去反观的 好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如果写好了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来分 呃分解 就是把哪些放在我的想法 呃 很多家人对于什么是情绪 什么是想法 呃 呃 有时候都混在一起 呃 甚至大部分都是想法 搞不清楚他自己的情绪 那这边呢 呃呃 呃 黄斌老师就写的很清楚 呃 我的想法 他当时的想法是想非常用心 呃 非常用力 他刚刚说很用力的 呃 把自己的这这一次要分享的去准备好 好 呃 所以呢 就忽略掉当下的忽略掉当下 呃 所有呃 该该做的就是吃饭啊 喝水啊 照顾自己啊 这个都不重要了 我的 我就活在未来的目标当中了 所以当我们呃 有了一个目标 就是有了一个目标 就是我希望吧 分享做得很好 那这个所谓的很好 可能是我自己设定的一个呃 标准 我一个梦想 那当我们活在这个标准跟这个梦想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跑到未来去了 对不对 我们就会所做的就是为未来的某一刻 好 那这是我们所有自我都会犯的问题 好 再来 呃 但是我们怎么样子回到当下 那这个就是要去看到 去看到自己活在未来 那为什么原因而活 呃 为什么会跑到未来 我们待会就可以再进行分析 那情绪的是情绪的部分 呃 这边也很清楚的 有去感受到 那表示王冰老师是呃 在这有一些明有明觉的去感觉 呃 其实自己内心是急躁的 然后可能还会感觉到脖子是不舒服的 呃 身体是僵硬的 呃 内心是可能是不放松的 好 那这个要去感觉到 那这个要去感觉到 那对家人做的行为就是哎 就是忽略了 家人叫给我吃食物什么 我就没有觉知 甚至觉得不要来烦我可能更好 呃 就是不要打扰我 呃 那没有办法给予好的回应 好 那目前得到的结果是呃 这个是你呃 因为王冰老师是已经刚好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看到了自己的这个界限 就是自己做事要达到自己所谓的标准 好 那嗯 脑海浮现了一连串的成长过程当中对自己做事的要求 做的不合己意的时候就会不开心郁闷自卑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 那这个晚一点我们再来探讨好了 然后真正想要的结果是 其实是希望能轻松安心的 好好的在当下 哦 好好的活在当下 轻松自在的活在当下 就是我要准备功课 我也可以是轻松自在的 而不是要很有压力的 哦 所以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是很有压力 那表示我们情绪是不舒服的 那我们就可以反观 怎么样子调整 那这个是要去调整我们内在错误的观念 我们才可能真的能轻松自在的活在当下 好 那第二个阶段探讨的是对方 对方就是来跟我们互动的家人 那对方是想要让我们放松是爱我们的 好很好 然后对方因为我们给他的回应 这里是在问对方 他们给我们送东西 然后我们可能没有回应他们 或是甚至我是说有些家人 以前我我可能会觉得不要来烦我 我已经很忙了不要烦我都不吃 那可能家人这时候就会生气了 那这边要问的是给王斌老师送东西的家人 有没有产生情绪不舒服还是其实他们就好看王斌老师很忙就算了 好那这个部分我不知道王斌老师这边他们的回应是怎样 我问了他们说也看到了 因为大家是在一起学习的共修的家人嘛 他是一种关心和爱 他一看我那么的用心也就是默默的放了一杯水 然后提起来一句 然后就没有内心是回应 没有情绪 所以他们了解你的 所以他们就没有什么抱怨就对了 好 OK 好这个是要了解这个的部分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家人不停的关爱我们 但是我们都不理会他们 他们也有产生情绪 那这也是我们要反观的 如果说有家人是这样的话 那这有二远对立产生了 那我们要反观这个部分 好 那这里是对方有做什么行为 我们的家人可能就默默的离开了 让我们静静的学习 静静的做事情 那这一块主要就是探讨是王斌老师内在的部分 我们就跳过 那第三个阶段 就是这个是我们来学习 最主要的愿景跟目标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不错 第一个是好好的扎根学习 练习觉知 有情绪考验时 深入反观 接纳自己 爱自己 所以主要是要进化自己 提升自己的心灵 那这个目标 是王斌老师来学习这些课程所定的最高的一个愿景跟目标 那这个每一次我都要强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我们最高的目标是什么 那我们的反观力道就不会足够 好 然后先进化自己后 再来是第二个练习 跟大家解散远行道 好 这个发挥生命的意义 那这个定为最高的愿景目标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很符合到的 是很好的 那在这样子的目标之下 表示说我们有内在任何的情绪 任何的问题 我们是要自己来进化跟反观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进入反观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找出自己最根源的那个想法 是哪个时候建立的 那这个部分我补充 这个部分是王斌老师是写 有强烈的自我的想要 排斥不想要的掌控欲强 我想这个是王斌老师去反观到 他内在的自我的一个运作模式 那针对我们这个案例 其实可以 这是我补充上去的 从上面王斌老师写的 把它拉下来这边 就是我看到王斌老师有提到 要好好的把本次分享做好 非常用心专心 希望能够做得好 然后其实是内在对这一次是有一个期许的 那这个是像我们做一个一件事情 会希望达到一个标准 这是哪个时候清晨的 这是我们要来探讨的 那这个我们待会都一起在后面探讨 所以 藉由这样子做事 产生了一个压力 王斌老师他去看到了 自己内在有一个强烈的自我所设定想要的还有不想要的 还有希望主宰掌控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那可能是六岁时父母就要求要做弟弟的榜样要成绩好 所以可能从小我们就被要求要做一个好榜样 把自己就是变得需要要求自己 变策自己 那这个也是我们真正要深入探讨的 好 有谁麦克风开了 好 那大自然 大自然教导我们怎么思考这件事情 王斌老师这边有写 大自然的小花小草 不管是长得茂盛还是枯萎 都是没有自卑的 他们都长都好好的生长 防徽生命的意义 那这是他看到的 好 那这个愿景也是自己希望能去做的 那这我就不再念了 好 再来我想要进行的是深入探讨的部分 这个是可以邀请王斌老师可以一起来看看 然后不是说今天我们就要能探讨到什么 而是针对这个案例 可以再加强要去学习的部分 好那我们就从上面所写的就是感觉自己暂时找到自己的界限 让自己做事 想让自己做事 达到自己所谓的标准 那我们要来深思 像说怎么样子我们才可能更放松 那我们要针对为什么我内在做事情 我只要提到做事情 我就希望能做到一个标准 可能我们现在找到的是小时候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比较高 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榜样 但是现在我们如果一直一味的这么做 我自己会不会很辛苦 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要设定某个标准 喝个水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邀请王斌老师要打开麦克风 我们误动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设定某个标准 为什么要设定某个标准 我们设定这个标准是想获得什么 如果针对这一次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案例 你希望分享好 那是分享到怎样子就好呢 想到怎样子就好 我觉得我这个标准 首先是自己的心理的一种感受 这个我还可以给你老人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就有一种 就是我在每一次做事的时候 我自己好像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预设 就是自我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达到了我这个心理的这个点之后 我就觉得我身体我心情是比较的舒服的 如果达不到或者是我的感觉 自我的感觉达不到的话 就对自己有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打压 就是生命的那种状态 一下子就不舒服了 那你自我自我的感觉 自我的感觉 可能王斌老师的那个麦克风 可能王斌老师的那个麦克风 王斌老师你把那个话筒 右下角的话筒变成电脑扬声器的模式就好了 电脑扬声器 对因为昨天我在跟另外 前天跟另外一位分享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可能是设定的问题 变成扬声器之后再打开 然后只是电脑的声音在响 这样可以吗 好 可以了可以了 好好好谢谢 对这样就可以 好 就是说自我感觉的标准 所以也说不出是哪一种标准 但是是不是这种 这个是可以去深思的 这种自我感觉到某一个状态 其实是觉得这样的状态 在别人来看 它是不是代表着 对我们的一些认可或是什么 王斌老师的声音听不到了 王斌老师 好 王斌老师 就是调成扬声器之后 就不需要关化 扬声器之后 就不需要 好 现在可以听见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可以 可以可以 你调成扬声器 然后那个不用那个投影的那个声音 直接来到用电脑的那个声音 只不过是小一点而已 然后这样的话交流就没有回音 好 那我刚刚请教的是王斌老师 就是有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我要 就是达到某一种自我感觉的那个 你是会觉得舒服 是自己舒服 还是说这样子再给别人看来 呃代表着什么 有没有代表着什么 这种感觉达到了好像有自我的这种满足感 然后也可以获得别人的所谓的认可 有这种感受 嗯 好 嗯 好 那 那 那现在要来看的就是说 呃平常你在做事 我们现在只是说 可以提供你去 多去探讨 多去探讨 然后这样子可以让自己更能放松自在的在每个当下 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 就是像说我们要达到这些标准 像说我们要达到这些标准 哎 还是会有回应 你们会听到回应吗 嗯 当时我可以了 可以了 好 好 就是说要达 就是平常你呃在做呃对自从小到大对自己这样子的要求 你会不会感觉到就是说呃会很累 还是就觉得还好 没有多大的问题 觉得还好 很累 有点很累 有时候觉得啊 一个是做完事之后得不到父母的认可 也不会得到 感觉也得不到家人的那种认可 那内心就特别的失落 然后就以此做事来证明自己 要 要做的好一点 我要 所以就变成 就是有点累 所以就变成 所以刚刚在说的过程当中 其实呃我们最潜意识里面呃那个所谓的自我感觉到舒服的那个标准还是希望是获得像说父母的认可师长的认可外面家人的认可对吗 然后但是实际上是不一定每一次都会获得认可 好 也是实际上不一定每一次都会获得认可 实际上不一定每一次都会获得认可 那我我现在要提供你参考的是获得认可跟肯定家人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微笑或是给我们一个说哎你很好 好那这个表象上是言语或是表情或是呃各种呃表示方式那实际上他潜在的你获得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对实际上呃他们会传递呃就是说当我们获得外界的肯定或赞美像我现在说哎呀王斌老师这一个案例写的真好哎呀都可以值得我们效法学习那我在讲的这个言语里面其实带着是不是一个正能量是一个爱的能量 好我要给大家说的哦 我都很开心 我是给大家说王斌老师听就是说原来我们是真的会从家人们身上得到一些爱的能量肯定的能量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子我必须要付出很多代价可是实际上并不常常一定保证得到对不对 这是要我们要一起去反观点 这是我们要一起去观点 所以现在是当我们学了道德经以后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一种爱的能量还有没有别的管道 我现在是知道有了要和大地妈妈连接感受空气和我对我身体的养育虚空的包围这个可以当有痛苦之后可以去链接 好非常好所以我说我看王斌老师的案例大部分他都了解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就是原来我们必须要学习道德经找到生命的种源头 我们才知道我们真正其实我们是天地之子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能量不断的补充但是我们不清楚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我们会想要从我们人人的身上去获得 所以我们就会给自己要求因为我们从小发现如果要获得父母师长或是其他家人们的肯定那种爱的能量是需要达到他们的标准 其实是把他们的标准放在我们的内心了但是师长的标准父母的标准家人的标准同事的标准太多标准了那我们就活在这些标准当中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我自己平常如果能跟道长长连接就像现在我们在听课在说话我都是用明觉的话我其实还是充满能量的那我能量充足我的爱的能力充足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从家人们的身上一定要去获得他们的肯定 那这样子我做事就可以凭着我当下的能力还有我的良心 还有就是我只要好好的做好我能做的然后慢慢的改变 真就是不是说不负责任而是我负责任的做好我当下能力能做的 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还是尽心尽力但是不是把自己要求到 超过我们的能力会有压力所谓压力大家要记得压力就是超过我们现在的能力 那我们就要发现我现在能做的是这样那我一直希望达到这么高 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压力所以我们就想不需要这样啊我只要好好的活在当下开心的把这件事情完成 然后依照我的能力来做因为我就是想要做超乎我能力的事那也是我自己想的 因为也不可能因为我们能给出去的也是怎么样也是我当下拥有的我当下的能力 我只要能把我的能力展现出来这样子就很好了好那藉由王斌老师的这个案例是要其实今天探讨的是比较深的很深的 因为探讨最深根源的东西是要让大家借由这个案例来了解当我们对自当我们在做事情呃 产生压力的时候请静下来想想为什么我要有压力我到底想获得什么那我们要获得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一定要从呃 别人身上要还是其实有一个更简单的管道那我可能就不需要给自己压力好那这是这个部分 那再来是我们探讨第二个部分好好地把本次分享做好非常用心专心准备希望能做得更好其实也是跟刚刚一样只是现在问呃这是哪时候形成的为什么对自己要求那么 啊那么高想要获得什么啊那这个是按照前面所说的是小时候父母亲希望王斌老师做弟弟的好榜样对吗是吗那时候慢慢形成的嗯好那这个跟刚刚是一样已经探讨了 嗯嗯好那我们再来探讨最后面这一个就是呃有 呃有王斌老师有去看到自己有强烈的自我的想要排斥不想要掌控欲强那我想这个部分嗯 嗯王斌老师平常有去观察为什么会很强烈的就是排斥不想要的然后想要主宰希望就是是往我要的方向这个部分有深思过吗嗯我想了解一下 嗯黄斌老师嗯黄斌老师嗯黄斌老师你说的是有没有强烈想要的什么不是就是说你说你有看到你是我有强烈的想要排斥不想要的那这个部分你有深入的去反观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强烈的这样子的情形 这种应该是就觉得是来自心灵的想要那种呃比较舒服和自在的那种感觉不想要不想要那种不舒服的那为什么呃不是你想要的你就会不舒服呢 为什么应该说为什么那个是你不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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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哈这个是这一块是呃 没关系我我把它念我们来探讨哈就是说这块是要深入法官的因为它要触及最深的东西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排斥自己不想要哎为什么我生活当中有这么多是不想要的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无偿就是接受无偿就是嗯 嗯说你老师我可以回答就是我其实是不接纳自己不接纳自己 是王斌老师那边的网络有问题吗 啊是的网络有问题可以 换啊你老师你那边没有问题 我没问题啊可以换成手机来 来呃分享 换成手机 啊没关系可以换成手机来互动 嗯 啊李丁老师可以用你的手机 啊可以用你的手机给给给王老师活动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好 不是他把视频关的只用声音也没关系 不是的李老师是我这边 因为这边那个网络好像断了 我们的这个网络断了 好我现在用李丁老师的这个手机 好好你说 呃就是我是有有一部分是排斥自己 就是不接纳自己的呃一些行为 包括就是对身体的一部分 还有对内在的一些呃行为的一部分 都是不接纳自己的 嗯好那没关系 我们不用详细说这个东西 就是呃可以进行 哦看到你了可以就是这一块 其实是真正呃要在慢慢的慢慢的来探讨的 就是为什么我会排斥 就是呃我自己自己的一些行为 或是我自己内在我我们的身体 或是我们的呃这个其实就是 诗诗本文里面的角色阴影 甚至是人马座等等 可能是要慢慢去探索的好 那就是提供大家参考就是 为什么要排斥自己不想要的 不管是自己的或是外在的好 然后我们呃也学习去探索在生活中 遇到哪些行情是我排排斥的 嗯就是可能要慢慢的列出来去看自己排斥什么 然后慢慢的来观察 为什么我要排斥这些 我真正不想接纳的内在是内在原因是什么 嗯我为什么要掌控我在担心什么 其实其实最深的还是跟我们内在的最深的还是来自我们内在生存的不安 还是有回应 好不好意思今天状态 好那那那那我想说没关系 因为这个是呃 因为这个是 那对你先关好了 我做一个总结好了就是说 基本上针对这一个事件 呃我觉得王斌老师已经处理的很好了 也看也在那瞬间已经解 就是压力也就放松了 那这个是表示说呃 那一个这个事件已经有进化掉我们内在对于呃 某些事情的看法 呃对于自己的要求 其实已经在淡化 那我们在深入探讨是说 未来还有很多事件会在发生 不管是自己呃内在的部分 或是跟别人互动的部分 好反正人事物会不断的在触动我们内在呃的问题 然后这些方向是在提供出来说 慢慢的都会去触及这些 然后从每一个事件当中 我们都好好的我们是真 我们一次都针对一个事件 都能好好的去进化去反观 那慢慢的我们内在的各种界限 他就会逐渐的淡化 好然后呃当然就会越来越轻松自在 好那我们今天针对这一个部分 我想说先呃反观到这边 那这些后面刚刚我们提的 是针对一个深入 可以在后面自己慢慢的呃在探讨的方向 那我不知道针对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 嗯讨论啊 王斌老师这边有没有想要再做一个小总结的 好感谢感谢你老师给了引领 那我还想问你老师一个问题哈 就是我我刚才就是我说的这个案例 其实在我的生活中 包括我学习以来也发生了好几次 嗯 我每一次感觉到我上一次有分享 呀我要熬夜熬了两年多 嗯 然后自己熬夜之后也看到了那个结果 倒不是说你很用力写了一些东西 到那个场上你真的分享到了 其实也是没有用到 就是我看到结果之后也是 嗯 然后这种就是这种原来的一些的 运作的模式 他就这样一次一次的来唤醒我 嗯 嗯 有好多次嘛 嗯 对 然后呢 那一次还有 对 境界来临的时候你又被他 又被带进去了 还是还是会重复这样 好 你是 你的 你是说 但是这一次跟上一次 你因为这一次你有听到说 这个压力是来自于你的抱负 跟前面几次有没有不一样 是有不一样 那一次是结果成现了才感受到 现在是还没有开始 然后自己坐着坐着就很累的时候 就有感受到 会有一些比原来的时间好像更短了 对 而且这一次其实是你内在有产生一些变化了 但是自我的习性它淡化它是会 它是会再重复 但是它就是会逐渐 因为你现在内心有受到一些冲击了 下次可能你又会要继续的时候 你这个就会提醒你 但是它 它还很深 我后面会跟 我后面再跟你探讨的是 因为你还没去看到 你最深的根源是 内在有很深沉的不安 就是这个部分我只能先提出来 然后你后面慢慢的去探索自己 你这边有写一句话 有很强烈的自我的想要 排斥不想要 掌控欲强 其实是我们内心是非常的不安 所以我们必须借由掌控外境 然后让我们安心 你有说我如果做到某个程度 我自己会觉得安息 我自己会觉得好像心比较安 但是这个是你借由掌控外境来心安 实际上是你心不安 是要借由体道悟道去发现 不管你的存在是怎么样子 你都拥有很强大的支持力量 就是不管你做的有没有符合周围家人的认可 你依然是在爱当中 你依然是被无条件的爱支持着 你那个内心真正的不安 才会逐渐淡化 当这个当你跟到连接的程度越来越深 你自然去向外所求的那个 那个要求 那个要期待就会越来越少 当你对外的要求 期待越来越少 你那个驱动力 你那个希望每一件事情要把它做到一个很高标 就是做到某个状态的那个要求 那个驱动力才会下降 所以综合最后的结论就是 如果我们内在很不安 我们内在很不安 没去看到 这个不安 它会驱使我们展现在不同的面向上 其中一种就是 对自我要求高的人 他就会展现在希望主导掌控一切 让自己可以 掌控好局面 然后得到认可 所以 这样子我不知道 王斌老师有了解 为什么自己总是不断的要去掌控这些 是因为真正的是 还没有 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内在是很深层的不安 那这个是 你要静下来 然后慢慢的 到明觉到某个程度 你会发现 原来我内在是有一个很不安的状态在 那这个是要靠 道的部分 体悟道的部分 它才可能淡化的 好 那我这一块总结 这里不知道王斌老师 嗯 这里了解吗 这里了解吗 好 李老师 我感受到了 我现在就是去练习 便利明觉 他每个当下都能去练习着 然后和道链接 那个时候自己是放松的 我也感受到当我们放松的时候 才不会对外界来的一些人事物去对抗 啊 这个也是我需要加强 需要用好好的以下功夫的地方 啊 感恩你李老师 好 那非常谢谢你提供这个爱你 好 那非常谢谢你提供 那我们今天这个部分就分享到这边 那我们今天这个部分 来进行下一个 好 我先把这个关掉 那呃 不知道那个联系它有出现吗 那我想今天讲他这个亲子关系 嗯 好像不在哈 联系在吗 如果是成联系你可以打开麦克风 啊 不在耶 啊 那不在的话 我们就 因为那个案例有准备的比较 没有实现联系哈 李老师 成联系已经上线了 上线了 那请他发言一下我才能看到他 谢谢李老师 他上线了吗 刚才还给我来信说上线了 给我信息 那请陈联系可以打开一下麦克风好吗 我再呼一下他哈 好 因为他的案例我有准备 如果 那心平气和 申康 心安是陈联系吗 啊 是 心平气和是他 啊 好 你要看一下他 他看一下麦克风或是 他的麦克风麦克风已经打开了 李老师 好 好 那 你说一下话 那个 心平气和 你的声音不清楚 我们听不 我们听不到声音 你看一下 你是用 或者是你把那个会议退一下 重新再进 或者是刚才你的 你或者有接电话 或者有接微信 这个声音是听不到的 好 重新退一下 再重新进入 我们今天想要分享这个亲亲子关心 我觉得亲子关心很重要 但没看到他 过来了吗 过来了 过来了 他那边说话是听不到的 你是用电脑进的 是吧 我看他是用电脑进来的 用电脑进来的话 我们这边是听不到你的声音 他用电脑 他就听不到声音吗 不是 他的电脑 或者是 他的电脑开的时间久了 要么重启一下电脑 或者是你当下用手机登录 用手机和我们 和我们说就可以了 用手机登一下 那里去吃 好吧 跟爸爸一起 好 我吃的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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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用他的 他用手机登录就可以 因为刚才他是用电脑 电脑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电脑开的久 好 李老师你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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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今天 我们现在来进行你的 这个亲子的案例 因为我想说这个案例 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 那你稍微跟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事情发生的 的经过好吗 好的 好 谢谢感恩老师 是这样 我那天就是 晚上回来到九点多钟 然后看到孩子和先生他们还在那里 看那个电视 所以呢 嗯 心里面就有不舒服了 而且呢 又看到 我出门上班之前 我跟他说 你要洗瓦 要把衣服收了 然后折好 结果我看到 徐华里面呢 就收的不是很好 然后衣服呢 也没有完全折完 然后 嗯 就就那个内心去开始 就是 哎就是想想发火 啊 经过学习的话就是 虽然是没有那么那么大的脾气出来 但是我还是 呃就会呃 呃 女儿说的就是 刀刀刀 就是那人很多说的 说的不停 叫他 呃 这个要做好啊 那个要做好啊 然后孩子听着听着 他就折着这衣服 折一件 然后又折一件 然后折着折着就 就 呃 关门了 他就不跟我说话了 就这样 呃 那 那他有说他为什么 呃 就是为什么 衣服没有按照你说的时间折好吗 呃 没有因为他在看电视嘛 哦 就是看电视先延误了 然后他有说他不折吗 他也没有说他不折 没有说不折 啊 那为什么你不让他有时间折 他自己折好你就先给他悼念呢 因为我就感觉 因为我就觉得应该是我一回来 就看到你把衣服折好了 然后才看电视 哦 嗯 那我先我现在就是要跟你互动 你说我我认为我回来你就应该要折好 对不对 哦 好 就是说 嗯好 呃 那是不是每一次你请他做事情 呃 你都有设定他哪时候应该做好 然后要做到什么样子 呃 心里面是有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要求 有一个这样的要求 嗯 自己经常会抱怨孩子 经常抱怨孩子 对 好 嗯 嗯 还有什么 嗯 可以多补充一下吗 嗯 就差不多这样 好 你是说这一个事情呢 还是说 就说这一件 这一件事情好了 好 那没关系 那我们先针对这一件事情 小事情来 来看好了 那嗯 嗯 嗯 好 我们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嘛 哈 我们我们后面边探讨 再来访问你 好 嗯 嗯 我的想法 你的想法是 女儿答应了 应该要做到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刚刚就有问了 他有说他不做到吗 是你认为 你认为他应该在你回到家的时候做到 对不对 嗯 嗯 那那那我们的要求有没有太高了 因为我的脑海里面就会呈现他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比如说昨天呢 看电视也是 看他红网了 结果你衣服又没折呀 就会这些东西都会呈现出来 是折他自己的衣服 还折你们全家的衣服 折一家人的 一家人的 折一家人的衣服 所以 嗯 都说他都没有折好吗 有时候也会折好 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折好是 嗯 你还没要求他他就折好了 还是你太早 你比较晚回来 他刚好折好了 嗯 可能是回来晚一点的时候折好了 哦 那是那问题出在你太早回来了 好 那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你的想法 好 你你你你你大概讲一下你的想法 好了 因为我觉得透过你们讲的时候 会比较 比较可以看听到你们的东西 你说一下 你对这件事情 你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你刚你写了很多吗 嗯 你看得到我的画面吗 看得到我是把这个读一下是吧李老师 所以你不用用读的你你就用口口述的 啊 我就是平时就是 呃 因为这个许假期间嘛 然后孩子呃 作业方面就没有那么积极 然后我平时都还是比较啊 就是感觉自己的政策应该是放松了 没有要求那么严格 我觉得我已经很包容他了 啊 然后每天也允许他看电视 因为以前是不允许的 我觉得我已经很 呃 已经很放松他了 我感觉他就应该 哎 还是要 嗯 我说的一件事情应该还是要尽力的去做好 嗯 嗯 嗯 平时他会比较喜欢看那些 呃 那些玄幻的那些 呃 小说啊 或者是 呃动漫的那些科兰啊 我 其实这些都是不符合我内心的 我就感觉这些东西是不好的 嗯 我内心的内心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卡点 啊 我就认为他应该是要多看一些 呃 呃经典的书啊 或者是他的那些学习的书啊 嗯 然后 呃就是 自己是在担心孩子吗 我也知道我是在担心他 担心他们有一个好的未来呀 啊 什么样的 嗯 其实呢 嗯 你说 其实我的孩子 他平时 我有时候 能够过关的时候 我也能够看到他 其实他是很乖的 嗯 他做的饭菜 他开心的时候 他会 他做的饭菜会比较漂亮 而且会比较 哎 他有时候也会有点小创意 我就发现还开心的时候 他是有创意的 所以我知道问题肯定是在我这里 嗯 嗯 嗯 所以你这里有说到 你也观察到 小孩子开心的时候是有创意的 对不对 嗯 小时候 小孩子开心的时候有创意 我我我刚刚我想要补充给那个 王斌老师 我我 王斌老师有在现场哈 我我突然 我刚刚要说的话少说了 就是说 当我们用有压力的状态在做事的时候 我们做的并不会很好 因为他是用自我状态在做 当我们放松的时候 我们呃 反而会有灵感 反而会做的比较好 呃 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家人说的 呃 这个小孩子只要给他在开心的状态之下 他是有创意的 所以这个 这个请联系学姐要记得 开心的时候 他开心的时候 呃 小孩子就是有创意 那现在就是 你要去观察他到底 现在的生活状态 他开心的时候多 还是不开心的时候多啊 你有看到吗 嗯 我有看到在家庭里面就是 嗯 开心的状态比较少 开心的状态比较少 所以我现在要先你去 冠心去观察一个哦 就是开心 他目前开心的状态情形是怎样 因为我从你里面所所看到的是 他从生呃 嗯 他现在是念什么 高中 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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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初 初中 初中 所以他念中学 他现在就压力很大了 对 对 真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哦 我们后面就会一起探讨你说的 我的情绪跟感受 嗯 你你你感觉到的是 看到小孩子没有在你回来 就把衣服折好 就生气难过 还有对女儿无可奈何 对不对 因为他又要看电视 又要看漫画 通通 不把所有的时间用来看经典 对不对 是 我在想 如果你每天上班回来 还要教你继续上班 你苦不苦啊 哈哈 应该是很苦了 对 你你你白天在上班吗 嗯 你只是这一段时间在这自愿者 其实是 好 我我我说我们感同生受一下 如果你你你上班回来 还要做上班的事情 假设 呃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很苦 因为他去学校上课就是在上班 每天要读教科书回来还要读经典 好 呃再来就是 呃我们看一下 呃你有跟传统文化的老师问过 他说这个小孩子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好 重点是要改变我们自己 好 那呃 你对家人说做的哪些行为 就是对女儿说教 然后说他做事不尽者 你你你你这个你叙述一下好了 就是说他没有折好被子什么的 没有折好衣服 你有念他是吗 对对有念他 你念他什么 我我就会念他我说你呃 你答应了妈妈的事情啊 你你说好了要折衣服了 为什么又没有折了都这么晚了 你应该先折衣服再看电视啊 看电视看了一两个小时了 衣服还没有折 那他怎么说 嗯我的孩子他就嗯他他一般不会顶折 但是他顶折的时候也会很凶 那他有没有说他有没有说他没有说他不折啊 因为他已经折了几件了他也没有说他不折 然后他就会去拿那个衣服 然后就是很不情愿的去做这些事情 好那好我们我们接下来哈 呃因为其实从这些小事上 我们要来探讨比较大的方向 目前得到的结果就是 你你你说一下目前得到的结果 就是呃经常 经常孩子就会把那个阀门碰的也就把它关起来 甚至会把它反锁 对反锁他也会把窗帘都关起来 因为他怕我在那个窗帘的阳台外面去看他 哦所以那这个是像你们这样子的互动是从几岁 就是从哪说变成这样子的 修成这 诶 初中开始的 哦所以小小学 小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状态吗 小学的时候没有小学没有小学 小学一直都挺好的 呃等一下我我找出 嗯小学的时候都挺好的 是说小学你就请有在培养他一起做家事吗 嗯他也会做对 呃他小学也会叠衣服吗 折衣服 会的啊 那他都 他都有准时折吗 那倒是没有 没有没有 那他没有准时折的时候 你那时候有生气吗 那时候可能就是做家务的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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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 因为现在是许假期间就会让他多做一点家务 嗯我现在不太懂意思 就是说他初中了初中的时候 呃你请他折衣服他就会去看电视忘了折 但是在小学的时候他这样的状态比较少吗 就是该做的时候他就会很快做完 嗯小学做的家务比较少 现在是许假期间 然后又没有补课呀什么 所以就会让他做家务 嗯好 好那 呃就是 那你讲一下现在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 哦就是他不开不开心的时候就关的门就对了 对他不开心他就会关门 嗯好那真正希望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呃就是希望能够呃亲子和谐就像每天都可以 有有时候还是母女也会很开心很快乐的打成一团 啊但是我就希望能够稳定这样的就是执念 能够经常大家都也很开心 好那你希望亲子和谐是希望他都听你的话的那种和谐 还是两个人互相尊重的和谐啊 嗯就是希望两个人都互相尊重吧 大家都是很开心的那样在一起 好那你要你要听到你希望的是两个人都互相尊重哦 哦不是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不和谐 嗯有些是不和谐是我们内心的不和谐哦 好我们来看好对不对好然后探讨对方的感受 呃对方说对方女儿说女儿曾经说过一点都不懂他 哪时候说的 嗯他说我一点都不懂他是有一次他跟我呃 对就是这一学期 那那你那你觉得你懂他吗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不懂他 因为我那你 你有想过要懂他吗 嗯现在想 对就是说 你我现在我他女儿是一个生命 你有没有想过要懂他 还是你只想要把他塑造成你要的那个样子的女儿 这是两个方向 嗯你有听到吗 我现在就是在要把他塑造成我想要的样子 我觉得我应该是错了 对好好那你有学习道德经吗 有有学习 因为你是要把他塑造成你要的 而不是说你要让他活成他要的样子 好嗯再来就是对方的情绪跟感受 对方其实你就简单说一下 他现在我看到他很多的不开心对吗 是不是 嗯是的 他现在面对你好现在你来懂他 他现在面对哪些压力啊 他就是学习方面因为他们是 分到一个重点班 然后他们那个班又是全校的 什么都是第一名 然后班主任就会抓的特别严 所以他可能就是说 在学校上课啊下课啊都是在那里读啊 背啊他们没有那些副科 就是音乐美术都没有 包括他们的电脑课他们都没有上过 从来都没有上过 所以他也他就感觉很枯燥 是这样 所以一回来的话作业他就 不是很很积极主动的去完成了 好那那我想你如果真的想要了解你女儿 其实有一种是你好好的跟着去上一天课 把他所有的课都上下来 然后你想想如果 我们自己想想如果我们一天好像被被关起来 然后不停的 一直打药我们要我们学很多的东西 你觉得他唯一能放松的是在哪里 所以现在我我我先让你去我们先要进入他的世界 你进入他的世界 你要想其实他小时候好像不是这样 为什么他现在回来就要看电视 然后看漫画 而不看经典 你想一个很有压力的人 他要看他要怎么样子才能疏解压力 你知道吗 做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他必须要去做那个头脑不要再思考的 或是他喜欢的 或是他觉得放松的 所以甚至有很多人 他在学校压力很大 所以他回来他家一直打电动 这不要思考 所以你说打电动是被我们害的 就是打那个游戏 网路上的游戏 而是他真想打还是是因为他实在是 没办法他需要找一个书解的管道 然后他看电视剧 他可以不要再去想课程的事 然后可以傻傻的 然后就看着看着看着 然后他看漫画 所以是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去疏通他的情绪 如果说他回来就有大自然 然后很放松 然后也很舒服 能量马上就补充好了 但是又要再将他看经典 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你了解吗 我现在是说真正要 其实这个问题是真正要改改善你们的亲子关系 是你要重新来看他的生活 他其实压力比我们都还大 因为从你写出来的 他们同学都想自杀了 他也是有点说不想要活了 但是他想到你会伤心 所以他就很坚强的活下来 但是很坚强 又面对这么多的压力 你觉得他回来应该是怎么样子 对他才是好的 我觉得应该回来要让他就是感受一个很温馨的家庭 然后妈妈给他都是爱 对 所以并不是说这样子不要协助做家事 而是说你不能成为 你不能把学校又 你不能把家里又变成学校了 其实他回到家 还有一个老师 是妈妈老师都教他要这样要这样做 那样要那样做 你又没有做好 你那又没有做好 有没有像老师 有有 我有一次是真的有看到 就是一次家长会的时候 方主任老师那个样子我就看到 我说我好像就是那个 好像我就是那个老师 我突然之间明白了 但是我还是又不知道怎么做了 好那我我只是针对这个他的情绪这边 我们先探讨到这里 因为那个还是跟道有关系 还是跟你内心的不安有关系 所以我我只是先让你了解说 你现在要开始 你要进入你小孩子的世界 你不要用你的世界 来要求他 其实是你内心的极端不安 然后要求在他身上了 我们内心 我们内心的恐惧不安 然后把他投射在他身上了 那这是待会我们深入的来看的 好 那这边就先到这边 然后小孩子会做哪些行为 你有说过了他不开心就把门关起来 看他的什么 什么柯南侦探 或是漫画 或是听歌 其实你看他看这些 是不是在放松自己 是 因为他有一次在 在看那个 崩跑吧兄弟的时候 我就说 我跟他说他了 然后他当时说 那我在学生里那么累 我在家里面看一下电视放松一下 不行吗 他就很生气 就这样说了 对 所以基本上他是在 我从这里面看出 他其实是在放松自己 因为他很累了 他的精神压力是很大了 然后他还没有学坏 你算是很幸运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女儿真正想要的是 希望有个能理解他的爸爸妈妈 希望感受到父母和老师的爱 但是我们 老师们因为成绩升学的压力 因为老师要受考评 你看老师要受考评 所以老师就把他考评的压力 放在谁身上 放在学生身上 然后爸爸妈妈呢 因为担心 未来小孩子过得不好 然后这是我们的担心 我们就把我们的担心 放在谁身上 放在小孩身上 所以当他承担这么多的压力 他绝对不会过好的 他一定会照你们想的过不好 对不对 他会择精神病的 他还没长大就先生病了 不要说未来了 因为已经现在很多小孩子都跳楼或是遭遇症 或是精神疾病了 那还好你愿意反观 那我们就来进行探讨了 你希望找到自己的问题 不要带给女儿痛苦 让彼此不伤害 然后希望家庭幸福快乐 让孩子在快乐中长大 其实这个算是这个问题的愿景 那我要问的是你学习课程 你最希望自己达成自己的人生的愿景是什么 我自己人生的愿景啊 对啊 我觉得就是要 就是把自己类型的那些很多很多的界限把它破除掉吧 嗯好对 好这个就是很好的很好的一个愿景 那这个你再自己补写上去 那我们现在要来开始进行反观 好你其实这是有根源的 找出自己最根源的那个想法 你说如果不好好学习就没有好的未来 就没有好的 等一下 就没有好的未来 因为从小父母教导自己和身边的人 绝大部分是这个模式 其实如果没有好好学习就没有好的未来 有一点这个 这个想法 大概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想法 所以也是这个想法 导致我们现在的小孩子的学习压力非常大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来探讨的 好那对方觉得 女儿觉得学习是一个痛苦的事 从从初一开始 分到重点班 所以现在他 他其实我们反而给他压力 他反而就不愿意主动 学习应该是说 已经超过他能学习的附和附和程度了 好那大自然教导我们什么 嗯 这个部分我就不念了 我们这个让大家自己看过就好 就是 再来是 根据大自然的教导 要达成这个 你刚刚说的亲子和谐要怎么做 啊 就是自己要学习跟大自然一样 无条件无所求不要掌控 不要主宰孩子给孩子爱 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 嗯 那这个是理论的对吗 嗯 那现在好像不自主的都是去主宰掌控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我们就是要来探讨了 为什么我们会不自主的去主宰掌控小孩 我现在说的是不自主的主宰掌控 因为 为什么会不自主 就是我们内在有一个驱动力 驱动你 去不自主的掌去掌控 那这个驱动力的最深来自哪里 你知道吗 知道没关系 嗯你说 嗯 我有时候会觉得读书成绩不是很重要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感觉是这样子 我说生活当中用到的那些英语 其实都是很少的 但是身边的亲戚 比如说孩子的姑妈 她是医生 他们都都挺好的 然后就会跟孩子每次来就是说这件事情 然后我又被影响到了 所以是我们自己是很不稳定的 首先我们要好好的去体悟 《道德经》里面的课程内容 才可能破解这个 如果不好好学习 就没有好的未来的这个模式 这个错误的观念 那现在先有简单的一些破解方法 这个是你的 你如果还是不安的一直要驱动 就是你这个观念是存在的 理解吗 现在就是这个界限 如果不好好学习 就没有好的未来 这个很深的观念在驱动你 那我们怎么来破解这个观念 首先 我们 真正的根源是自己内心的不安 那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要对《道德经》课程 要很有深入的学习跟体证 就是说你要很用心的去学习《道德经》里面 在讲大自然宇宙的真理实相 如果我们好好的去体会 我们的生命其实已经具足了所有的一切了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是很简单的 我们生活所需要的是很少的 最重要的都是大自然提供的 然后我们自己真正需要的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这个自己好好去体证 然后你就发现 哎呀原来我们不需要去追求那么多的物质 才叫幸福快乐 因为你觉得未来怎么样子才叫很好 就是说我们内心真正希望小孩子长大后过得健康幸福快乐 那什么是真正的健康幸福快乐 其实你是不是希望他后面就是以后过的幸福健康快乐 嗯是的我希望他幸福快乐 那请问一下幸福快乐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 还是一定要有物质才能幸福快乐 我觉得我还是知道是精神层面是最重要的 好那精神层面 嗯但是我们现在要求他成绩要很好 各方面我们有没有在要求他是必须达到一个标准 他才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才能竞争才能干什么 在我们有去深思吗 嗯是是就是嗯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先生说我觉得 其实我希望我的孩子就过那种田园的生活 他都跟我说孩子也跟我说妈妈其实我我我希望我以后建一个木板子 他说我也在乡下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我其实我内心也很希望孩子是过这样的生活的 嗯有时候我们家姑妈一来然后先生他他还是觉得要要好好的要怎么样才要好工作 其实嗯小孩子他要不要过什么生活是由他决定 我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想的是我们希望他未来健康幸福快乐 首先健康摆在第一位健康如果说你一直给他压力 他的健康是不是身心健康就先没有了 嗯是的是的 他没有身心健康他不可能能完成任何事情 他没有心情放松 他有很大的压力从学校跟你们父母身上获得得到很大的压力 他不会他的事情学业成绩就不会好 嗯是是对所以我们是反其道而行 至于就是说他以后要表象上要过他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模式 由他自己去决定 那这个也是你要对到你要敢放下 对不对 好我现在主要是我想要带你探讨的带大家探讨就是 请静下来你好好的多观察 现在一位要求成绩培育出来的小孩真的能过得幸福快乐吗 请你记得多看一下新闻 很多的社会事件就是他甚至培养他去流血回来 结果他们打父母伤害父母因为他们只会成绩好 所以他最后怎么样子 他的生活能力不好 嗯 他的品德不好 所以他最后变成怎样 痛苦 他本身就很有问题 那这个叫造成家家庭的问题 所以如果一个小孩子他心内心不健康 他没有爱心没有责任心没有感恩心 他这些都没有你就是成绩好 给他一直催促让他成绩好 有用吗 有用 但是如果他放松 他心理健康 他自己就会呈现他自然的样子 这个所以这个你要去观察体会啊 好 好再来就是 你就是要去多观察 现在很多小孩成绩好 但生活能力很差 精神状态很差 人际关系很差 所以你是要让你的小孩子变成是这样子吗 成绩好 那你因为为什么他会变成其他很差 因为他的压力很大 或是他只专注在这些 他其他就没有去学习 那 好 这个就是第一个 大家去观察 剩下10分钟 第二个如何培育好的小孩 其实你要多学习那个亲子关系的课程 还有重道论教育的本质 然后你要多去观察 身教重于言教 身教你自己本身 父母本身 父母本身 是怎么在生活的 你就会引领小孩子怎么生活 还有现在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鼓励甚于批评 鼓励鼓励 你有没有常常鼓励赞美你的小孩 我有时候会表扬他 但是孩子他有说过一句话 他说 比方我再说他的时候 他就说 妈妈你 因为你表扬的比较少 然后所以我就不记得 他就会记得我批评他的话 为什么 你不知道妈妈刚刚不是表扬你的吗 他说 因为你表扬的比较少 所以我不记得 还有一个部分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批评他 他是真的做了有为道德的事情吗 还是他做的是不符合你设定的标准 如果这样子是我们的标准有问题 我们应该是没有标准 而他只要做了就是 就是很棒 那他就会越来越好 是你的标准太高了 第一个 他其实有压力 你没有观察到 你甚至没有去疏通他的心 还要求他现在 就是要在哪时候折好衣服 我们没有去了解说 为什么最近你不太喜欢折衣服了 发生什么事了 要我可能最近我看毛毛请你折衣服 可是你好像不太写 不太愿意折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你有没有观察到 小时候你喜欢你做这个事都很好啊 那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压力了 就是没错 对 所以是他为什么行为改变了 他内在有压力了 对 所以你没有了解他是有压力 他可能他整个身心状态是有问题 所以他在行为上 他不一定会符合你的标准 还有就是你的标准 我们自己也要去放下 这些都是很多要去调整的 这样了解吗 好 好 还有就是说像叠衣服洗完 他如果有叠有洗的时候 我们就说哇真感恩您 谢谢您今天帮我们大家做的这些事 而不是理所当然 然后他就会很开心 哎呦做了这些事 妈妈居然还会谢谢我 我喝一下水 所以要学习跟小孩子相处 还有很多的功课 你慢慢来没关系 这样好吗 就是 对我想你你愿意 就是你有看到 像说你有看到自己 跟小孩子相处产生问题 而你也愿意改变自己 然后来把这个亲子关系做得更好 所以你也很棒了 就是说 因为以前没有人教你怎么当妈妈 所以我们不会苛责你啊 就像说他没有不知道他变到初衷以后 变成压力这么大 他根本现在的状态是 他有一点身心无法适应 他现在的生活 所以你反而要多听他 在他的 你反而要多跟他谈心 你可能可以跟他一起折衣服 跟他聊天 好 而不是要求他折好衣服 符合你的要求 你可以跟他一起做家事 跟他聊天 你要多跟他聊天 你要多听他 把他的压力释放出来 他的压力要有管道释放以后 他的能量就会起来 他就可以好好应对 学校的功课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是 了解他的压力 为什么他行为改变了 我们要去了解他 实实的给他关爱 让他内心充满爱 他自己就有能力去做好他该做的 选择好他要选择的生活 而不是你去帮他做选择 不是你去帮他设定他什么 应该怎么做 理解吗 你只需要像大地母亲一样 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他 无条件的陪伴他 然后给他爱 然后给他释放他的压力 就像说 只要到妈妈一直支持我们 我们累的时候有吃到食物 有补充到天地的能量 睡觉的时候有补充到好的能量 是不是隔天你就有能力做好事情 嗯是的 所以你要学习的是 大地母亲 就给他无条件的支持 倾听他 倒垃圾 然后倒完垃圾后 又给他爱 然后他就有能力 有能力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喜悦的把衣服折好 嗯 这样关键有看到了吗 是的 我和孩子一起 一起做饭的时候 他是很开心的 整个过程都是很快乐的 所以现在是你要学习 变成他的朋友 也当一个像倒猫妈一样 无形的一直陪伴他 这样 那你自己本身有时候可能 又会有那个紧张出来 担忧出来 又受到别人影响的时候 你就要再听道德经 你就要再去看到 什么是最好的 原来活在大自然当中是最好的 不是把他送到都市里面 但是至于他以后选择的是都市或是乡村 也由他自己去决定 他未来的选择不是你来决定的 你只是需要提供爱 还有正确的引导他有爱心 有责任心 有感恩心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所以你要把重道论教育的本质 在高心灵全球资讯网 有2020年有一整个资料夹 就是在讲重道论教育的本质 你好好重复学几遍好吗 好 好的 好 要改成这个方向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说的就是第三个学习记录女儿的世界 那刚刚都已经跟你说了 主要就是你没有了解他的世界 他现在需要的是你多去关心他 多去支持他 多陪伴他 又是他的妈妈 又是他的朋友 但不用不用去不要再去苛责他 要求他 从这个方向来进行 那这样整体讨论下来 你这边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我们做个小总结 你说说看 通过今天就是老师的引导 我就知道自己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了解孩子 他现在他承受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完全没有去体会他 我也没有到他的内场上面去想到这个事情 其实他生活的是挺累的 我应该去自己去感本身受 然后才能够发出那种 那种就是没有太多接受的那种爱情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讨论 你就比较知道有哪个方向可以去跟小孩子互动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就先讨论到这边 知道方向了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你的紧张 你的压力 不安也会出来 那这个就是要靠你持续的学习课程 好吗 好 也要开发明觉 然后跟道好好的连接 这样子你才会有能量 那你有能量就可以传递给你爱你的小孩 他只要你爱他 他身心健康 他其他部分 因为从你说的 他从小时候到现在状态 我能说你很幸运 你的小孩子 他本身就有质地很好 不需要你超太多心 所以你越超心 给他越大的压力 反而会让他压弯掉了 你解吗 他是很大娘的 对 所以这样的小孩基本上不用超太多心 而是要去关怀他现在产生的压力是什么 好 那我们今天也11点罢了 我们今天也就是只能分享到这边 那我想把主持的交给王斌 王斌老师 感恩老师 好 感恩老师 好 好 感恩你老师的引领分享 非常感恩 好 那我们今天上午的分享 大家就结束 感恩大家 祝福大家 好 大家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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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